李明當然他心理上會覺得毛毛了 害怕當然也會覺得是害怕 談起這個540多坪的變電所 大同區新名里里長就很頭大 17年了不管是改建 簽建都沒下文 市長就跟台電董事長 研討這一個事 但是在我們的旁邊 這樣聽起來 好像是遙遙無期 有時候有沒有火災 還是有那個輻射層這樣子 附近的都會怕 台電找不到地又不能貿然拆遷 說好的改建一再選稿破局 把握座談機會里長直接找 柯市長陳琦 那目前這個改建的計畫 是在之前取消的 以上八方 改變計畫 改建計畫取消 就在台電人員解釋再解釋之後 柯文哲不爽了 我每次說我又不是很困 我會很認真在聽 可是我聽了五分鐘十分鐘 聽不懂聽不懂 台電代表就這麼被削了一頓 但各類鹹物設施 大到從變電所變電箱 小到電纜 台電頻頻被點名 柯文哲乾脆要民政局一次蒐集 7月1號道路管線中心成立前 一次解決 台電是他老大 台電是中央 你市政府是市政府 你要跟他做一個妥協 尤其是公共建設 這個大型的公共建設 部分的這些問題 收集了之後 其實協商主要成不成功 還是有沒有辦法去協商這個問題 但台電不歸北市府館 不是柯文哲一聲令下 就能改變成真 里長們的心聲 還得排隊慢慢等 柯文哲也準備直接 和台電董事長坐下來談 敲定雙方窗口 畢竟電人之外 還是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記者殺菌長王英軍 蔡西方黃圓圓 採訪報導